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年味调查 我带大家来到一座水箱饭十足的江南城市 看这里的人与面有着怎样的感情 在这里我找到一对师徒 在如今击打面条盛行的时代 他们二人坚持手工制作面条四十年 简单一碗素面却要耗费三个小时制作 价格只卖四块 迎来无数时刻追捧的原因 不只是性价比高 是我腿板吗 有人对面精益求精 有人对汤精雕细琢 味道的粉丝里居然有一位研究面汤二十年的民间大厨 到底是怎样的一锅汤能让他家的面深受震江人喜爱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哦 当然不能只有面和汤 震江面条界的年味得靠他们燃爆 最能体现面条气质的是焦头 而震江人制作面条焦头的创意颇有些天马行空 即便统一命题狮子头 为何要上山下水忙活这一通 哇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南方小城震江 过年的面究竟有什么别样之味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孙讯在江南水乡江苏省镇江市给您拜年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呢 南米北面似乎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北方蒸面食吃面食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而作为北方年味代表的面 到了南方是否同样受欢迎呢 象征着长长久久健康长寿的面条 又如何成就南方人餐桌上的年味呢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调查吧 镇江人的每一天 无不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开始的 一根油条 一碗面 几乎成为镇江人早餐的标配 明目繁多的各色招牌 难以计数的路边小面馆 一波又一波食客 无不昭示着这座江南城市 对面食的庞大需求 而镇江也在最具市井生活的烟火器中 慢慢醒来 在镇江的大街小巷呢 各式各样的面馆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那在这其中呢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镇江人 引以为傲的锅盖面了 据说啊 在高兹有一家小面馆啊 至今仍然保留着 传统锅盖面的制作方法 那这样做出来的面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样吧 咱们先去找找这家店在哪 走 左馆 一直往前跑 然后呢 在这小菜场那边 它是祖所的 是祖传的是吗 姓陈 姓陈 这么小的牌子 要不是大爷说 我根本就看不到这个 姓陈 好好好 我得引路人 咱进去看看走 店里营就只有师傅与徒弟两人 师傅名叫陈公姐 负责下面 徒弟名叫韩璐 负责面条加工 每个顾客都是自己去灶台端面 听着大家稀溜稀溜的声音 我肚子里的蝉虫也被勾起来了 师傅真好 我看这个面条红红亮亮的 很有食欲的 可能也先先要一碗 是 你还要水一下 这个动作 对对 这个动作好漂亮 这个动作我摔不起来 四年了都没摔不起来 还来来试什么 摔不起来 你跟师傅学了四年是吧 对 就那个摔面不贵 它一摔摔得不好的话 我们把汤都吃掉 哎哟 真是 我们从南京跑过来特地吃的 尝一尝 好吃的吗 有筋道 有筋道 有嚼劲 就是酱油和猪油 加点小葱那种香味 感觉像是你妈妈 给你做了一碗 对 那种香味 这种香味 没有 今天 zob 有筋道 还有筋道 你的食物 就把饭做了 被试三 有筋道 好像是 但是 在一起 那种香味 因为这种香味 就没有 感谢 就是它不会沸是吗 它不会溢出来的水 在镇江流传着 颇具顺口溜色彩的三怪窑 香醋摆不坏 窑肉不当菜 大锅里煮小锅盖 其中大锅里煮小锅盖 指的就是锅盖面 大锅里飘着小锅盖 四周透气 但面汤不外溢 在面汤最沸腾的时候 由于锅盖压在最沸腾的地方 不会产生一锅铺汤的现象 面始终处于高温强力煮的过程中 煮熟的面条就更筋道 而山木锅盖特有的木香 也为面汤增加了另一重香味 下午三点 徒弟寒露开始和面 每天他要完成三次这样的和面工作 我开始对这镇江最简单 却很火爆的锅盖面 进行近距离调查 你首先让它动起来都不容易 有一个方向是吧 对 我不动了吧 对 得交换一下 一次和几斤面并不难 但是一次和二十斤的面 那就非常有难度了 师傅这揉个面不容易 不容易啊 您是天生有天赋 你看我活着 我不想你怎么去接着 我看您那么轻松的感觉 我就觉得超不起来 就觉得那个关节啊 就蹭得疼 揉成你们这样真是有点费劲 听到那个关节卡拉卡拉的声音 一按就断了 不至于不至于 劲儿大了 来 在我国历史上 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难迁 镇江毗邻长江南岸 中原移民沿着长江 先后涌入镇江 中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 镇江逐渐呈现出 南北兼容的气质 金杭大运河开通之后 镇江逐渐成为交通枢纽 和曹韵咽喉 南北融合进一步加深 江南阴雨潮湿 和面的过程中都要加入碱水 加入碱水的面条更有弹性 好吃的面条 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就放这儿了 揉面三十五分钟 我是又姜又冷 接下来我可以暖和暖和了 跳面比那个揉面和和面有意思 我觉得两个脚都离开 人都坐不过 压到手了 是我腿短吗 单腿跳 屁股震到了 将揉好的几块面筷并成一大块 竹杠压在面团上 人斜坐在竹杠上 单腿上下跳运 在我看来 这是最健康的有氧运动了 简单重复的动作 不仅需要体力与耐力 还有技巧 一个半小时之后 经过反复挤压的面团 变得越发光洁 而富有弹性 因为它长嘛 所以两个人一起配合的是吧 太不容易了 真是纯手工 和面35分钟 压面花费了一个半小时 做面的万里长征 才算走了一半 压好的面饼 需要抓紧时间 进行再次滚压 按陈师傅的标准 这块接近20厘米厚的面饼 最终压到1.5毫米 才算合格 按师傅俩熟练工的节奏 至少都得半小时 而且让我压力更大的是 师傅就在一边坐着 笑而不语 我怎么觉得 有点春节放假前 进行期末考试的感觉呢 还得到了 多久 最多还有十分钟 坚持不了了 师傅来救我了是吗 这把刀 那真是炸刀是吧 是我师傅的 爷爷的探用 陈师傅手里的这把刀 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从陈师傅的爷爷手里 传承到今天 刀的形状很特殊 长50厘米 重量接近8千克 除了把手 另一头也是长棍状 那是为了在切面的过程中 成为支点 那么大的炸刀 究竟如何才能将叠好的面饼 切成宽约0.5厘米的面条呢 来回来要拉 有叉叉的声音 看到没有 好 一定要集中筋盆这个 不要让你的手指在下面 切了一根特别粗的 我感觉 这能下吗 能下 能下是吗 太怕 就老怕那个刀飘了 63岁的陈公俭老师傅告诉我 如今在镇江 用传统工艺做面的人 已经不多了 28岁的时候 他从父亲手上接过面店 虽说是小本经营 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准备 每20斤的面粉 变成一根根面条 需要三小时的劳作 这些面条成为街坊四龄 每日不可或缺的味道 严厉的 先告诉你 你能干你就干 不能干 你真的不要来 后来想通了 就来了 就是想把这个传承下去 因为我们不传承下去之后 这东西就没了 四年前 三十岁的徒弟 因为特别喜欢家乡的味道 登门拜师 陈师傅的工作 才变得相对轻松起来 传统的生计也有了新的传承 家乡学传承 家乡学传承 同学传承 妈妈多顾你了 太久了 过年了 过年了 过来了 不过来了 没事了 我们 gospel 道普 父和贵品 后面啊 回来 过来 徒弟学习的时间长达四年 从事过和面 压面 擀面和切面等多个工序 唯独没有参与过下面 今天是春节前面馆营业的最后一天 徒弟寒露打算在年夜饭上给师傅煮面 以此来感谢师傅一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 今天这碗面就不太一样了 过年嘛 对吧 总是下的面像 徒弟下的面像是吧 对 这碗面先给师傅 认认真真地评价一下 行 要打九到五万 这么高啊 忙活一年了 终于能歇一斤 新年快乐 好 好 新年快乐 一碗锅盖面定格了镇江人对面条的回忆 也成为了师徒之间温情传承的见证 而接下来我要寻找的下一碗面 归功于一锅汤 爆竹生生 万家灯火 点燃新年味蕾 煎炒烹炸 鸡鸭鱼肉 喜迎红火丰眠 风味中国年 科教频道 味道 为您开席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多 您看这个天还没有完全亮 这个气温大概是在零下五度左右 但是我看这个街边的好多面馆就已经开业了 据说在早上这个四五点的时候 有一些店就开门了 其实面条本身是来源于北方 但是到了江南之后 自然会沾上一些江南的烟雨气息 当然了 精明的南方人一定会加上 精细的加工和改良 比如说一碗汤 这个湿涵的早上 急需一碗汤来温暖一下 所以咱们赶紧去找找吧 走 哇 这么早就排队了 水星 你好 电视上看的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 他就跟中午一样 到我这天来了 这么早就有这么多人吃面了 对啊 人家五点多一点就来吃了 那你们是不是起得更早 四点半就起来了 四十八岁的董亮大哥 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是 将280斤面条分解为700到800份小面团 小小的面馆每天平均要卖800多碗面 一碗面的制作时间大概需要45秒 八个工人各司其职 整个店面紧凑忙碌而有序 你颠颠看 行 就这样 就是吧 就这样 差不多 国庆节的话 那一天要卖到1300万 哇 1300 太厉害了 镇江人爱吃面也会吃面 街上大小面馆 只要口味好 甭管位置多偏僻 环境多朴素 照旧门庭若市 大华面馆旁边的老大华剧院 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 对镇江人来说 红底金字的大华 承载着老镇江人的记忆 而坚挺20年的露天锅盖面老店 是味觉地标 从早上五六点开始 大华排队的人基本不断 被称为唤醒大西路早晨的面馆 无论阴雨绵绵 还是烈日当头 时刻都如鸡而是 麻辣鲜 麻辣鲜 香干 这个蒜笼 好 蒜花 橙菜 猪油放一点 猪油 这个是蜜脂酱 蜜脂的酱油 这两碗是我刚刚打的料 所以要我亲自去下一下 快点 随便 快点 要快点 最快点你要捞要快一点 走走 对 再放一下 可以 来 来 摄一摄 这碗是你的 你自己去吃面吗 经常来这吃面吗 经常来这吃面吗 经常来这吃面 面条界占据一席之地 没有两把刷子可真不行 董亮大哥究竟是凭借什么绝活 在镇江的面条界站稳脚跟的呢 浓郁很复合的那种酱香味 50米开外里都能闻到这个味道 对 这个酱油可是真贵了 对 你是不是得给它保护起来 早上我来我把门打开 酱油全给我偷出来 要监控看 真的它夜里一点多 把我里面十几种酱油全部 弄麻袋全扳走了 我的天 这个人你说是有多爱你家这个酱油 汤是一碗好的镇江锅盖面的关键 也是镇江锅盖面的灵魂 好的汤头更鲜更浓 口感更丰富 董亮大哥的汤是如何收获粉丝的呢 他为了制作这碗面 吃遍了各个地方的特色面条 用了三年时间研制面汤 不断地调制面汤的配料比例 味道不好的汤一锅锅倒掉 目前他的面汤配料多达三十种 你有没有定点的专门的买料 我料就在他买的 买了二十几年多 今天下午董亮大哥就要去进料 我要一起去看看 配料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各种各样香料都有 这个是茅头 橙皮 山奈 对 它这个味也是比较重 好香 您是不是知道里面那个调料的配比 配比是老板知道 那他叫你加工 你不得知道吗 我自己抓 他加工 跟着董亮大哥去市场进料 我发现他买的都是最常见的调料 花椒 大料 香叶 茴香等等 那么常见的调料 如何进行不寻常的配比呢 对于董亮大哥来说 这是他多年的心血 这么大头 对 这就是咱们的酱油 这是普通的酱油吗 特别有当地酱油 现在就可以上屋子熬了 现在要加水 这个水和酱油的比例有没有讲过 有 要多浓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到了关键时候 大哥还是没有告诉我 有不能告诉的 也有能告诉的 市场上采买的一堆香料 每锅汤至少用一斤 但不是这锅汤的核心 镇江本地的酱油 那才是 不需要放盐 只需要在熬煮的过程中 分次适量加入清水 一锅董家密制汤底 就打了个好基础 白糖跟红糖要掺着 对 我按比例来摆的 比例又是不能说的 加入红糖使汤色更红润 加入白糖使汤更鲜亮 酱油在高温中油升变熟 汤中加入酱油便是董亮制作汤底的秘诀 每碗面都要加入密制的汤底 然后冲入面汤 瞬间酱油的香味在碗中 迷散开了 爱茶人说 水为茶之母 那么我们来套用一下这句话 在董亮大哥这里 汤变为面之母了 董哥 这一年到头的都在为别人下面做面 新年的头锅面是不是 对对 所以这个头锅面 这个好彩头 当然是要留给自己家人 过年嘛 说那个下面嘛 全家福全家福 十全十美嘛 一家人在店里忙碌了一年 接近春节 董亮大哥决定提早歇业 在店里做一顿年夜饭 每年过年 董亮的妈妈都会做十全十美菜 就是十种荤素搭配的菜 马到锅中煮 种类多 味道全 更寓意生活的五彩缤纷 十全十美之意 香肠 猪肚 桑花菜 肉丝 香菇 这个是白果 然后那个就是冬笋 都算是十令的 对吧 都是特别鲜美的 有荤素的 冬笋那是冬季最鲜美的食材 香菇 冬季的香菇味道更醇厚 猪肚为十全十美增添了肉香 而蛋饺是董亮念念不忘的儿时年味 每年都是妈妈烙蛋皮 亲手做蛋饺 肉馅把蛋皮撑得圆圆的 十全十美 十种食材 先从哪个开始 蛋饺跟这个 香肠 这俩是放一块炒吗 放一块炒 好的 一家人演巴巴在里头等 对 在过年的时候出现的会多一只 平时谁会 平时弄这么多的 对 做了一年面的董亮大哥 今年的年夜饭要给全家人 做个十全十美团圆面 他把十全十美菜变成了面焦头 寓意团团圆圆 长长久久 熬了那么久的那酱油 来尝尝 各种香料 香料的味道 还有食材的味道 带一点点甜的那种 鲜甜的味道 是前十美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本节目指定用品 由国沙实业沙脉基金提供 如果说镇江人对汤的关注 已经到了接近于苛刻的程度 那么焦头则是这碗面的灵魂所在了 可以说每一碗镇江锅盖面的华丽转身 都是从最后淋上的那一勺焦头开始的 2018年的岁末 我们将有幸见证镇江的顶级烹饪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焦头年宴 有嫩的 不要太辣 小一点 小一点 这样嫩它就不太辣了 嫩的不太辣的 他讲的很有道理 会爱美 美的东西都是有特色 他知道 我镇江最有名的厨师 78岁的潘振平是镇江远近闻名的厨师 江湖人送名号 炒菜状元 老先生从1970年收图 现在一共有徒弟25个 很多都是烹饪精英 要说收图为师的风格 潘老先生一定属于严利型 只要他一进厨房 气氛立刻变紧张 不过想入他的门 没那么容易 潘晓峰既是儿子又是徒弟 潘振平25个徒弟中 排行第二十二位 马兴勇 潘振平25个徒弟中 排行第六 陈静 潘振平25个徒弟中 排行第十九 88年做主事 就对他的手艺 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崇拜 但一直没有入他的门 2017年5月28号 才真正地到他们一下 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 录像 凡是潘老先生的徒弟都知道 老先生最爱有二 一是面 二是狮子头 于是每年过年前后 就有一场 狮子头面的较量 不知道今年他们三人 谁能胜出 得亏我是南方人 对回鱼还多少有些认识 他可是镇江三大名鱼之一 和刀鱼比起来 他几乎就可以说是没刺 和河豚比起来 他胜在没毒 和石鱼比起来 想要捕捞他不算难事 倘若你来的是时候 记得要点上一份 镇江白芝回鱼 绝对是内行人的选择 既然是白芝 在烹饪的过程中 一定要少放调味料 尤其是酱油 这样才能保证 回鱼最本质的鲜美 旺火烧文火煮 再搭配上时令蔬菜 加盐调味 汤汁白 鱼肉糯 十分鲜美 回鱼剁碎了 能成就一个 怎样的狮子头呢 剁得特别特别烂吗 不要吃 来 稍微拍几下行 来 那我来拍点 好 可以 马蹄刀 我来试试啊 刀工 就我们的厨师还要 这一看见就是过奖 先将回鱼洗净后 提去鱼骨 去皮切成粒 猪五花肉 细切粗斩成米粒状 回鱼和猪肉的比例是6比4 四成的猪肉中肥肉居多 味的就是更多的油脂感 感觉像一个电动的那些搅拌机一样 咱们这丸子做多大一样 一两二 那么精确 一抓一个准是吗 这丸子炒到 待会看看 再加入葱花 姜末 虾子 盐 搅拌上进 用双手来回翻转 直到变成光滑的肉圆 对 就这样来回一个声音 那就是 再上进 一开始没您那个圆 是吧 小了点 将制作好的回鱼狮子头 轻轻放入鱼汤中 小火慢炖40分钟 让鱼肉中的蛋白质 脂肪统统溶解到汤底中 在寒冷的冬季 喝上一口浓香的鱼汤 再舀一口鲜嫩又饱含猪肉质感的回鱼 不仅暖胃 更暖心 看到师兄所做的回鱼狮子头面 潘师傅的儿子潘晓峰并不着急 显得非常平静 看来它是有秘密武器呀 你好 温度冷不冷 还可以 还可以啊 来个特写 谁说水里头暖和呢 走得动吗 可以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壶子 这个管水管 水管 这叫消防的那个水管 后来这我们主要捡就是什么 对对 这么大 我还说是下面还有鱼呢 瓷菇 蜀泽蟹科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滑于泥土滋养中 带着土味的清气 美食家汪曾琪先生曾撰写散文 咸菜瓷菇汤 回忆他与老师沈从文先生 共识瓷菇的场景 瓷菇烧肉是镇江的经典菜式 油滚热 先把青葱姜片和五花肉一起烹煮 油发出呲呲声 等到瘦肉变成浅粉 肥肉变得透明 加入瓷菇 很快 象牙色的瓷菇变成棕红色 并吸收着肉汁 便流着脾气变脏 而此时的我 尤其需要这样一道美食 温暖我的手和脚 进入冬季 镇江的气温经常降到零下 对于水下作业是一件困难的事 而这个季节正值瓷菇丰收 大哥大姐配合默契 一人举着高压水管猛力冲击 瓷菇的根很嫩 一冲变断 浮上水面 接着就是大家收集瓷菇 我们今天来队 最晚的时候来采瓷菇 明年到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咱们不送我 我怕热 我怕热 别来吃 我来吃 有什么诀窍吧 拿稳了 我抓不住了 这个比那个采瓷菇还要累 以后咱们到菜市场 买瓷菇坚决不还价 小潘师傅 这句话也是我的心声 都说美食是来之不易的 一个瓷菇勾起了多少 镇江人的儿时记忆 收拾难拿了 这个瓷菇你怎么去法呢 这个是一块钱 过年了是吗 不是 拿着这个钱去刮这个皮 今天我们把肉做成了狮子头 和瓷菇搭配在一起 正好预计的就是我们过年 正好又是团团圆圆 对对对 马师傅说他做的这个 狮子头一般是一两二一个 您做的是多大的一般 一般是一两六 一两六 制作瓷菇狮子头 先煎狮子头 再浓油赤酱的和瓷菇红烧 狮子头的油脂 让瓷菇饱含肉香 瓷菇中的淀粉 无形中为这道菜勾了芡 看起来更加诱人 咬一口狮子头 满嘴充满了猪肉的油脂感 而吃一口瓷菇 却另有一番风味 软糯中带着清心 这样的一锅瓷菇狮子头 分明是一道年夜饭餐桌上的硬菜 可是被小潘师傅处理成了面的焦头 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傲娇 葵鱼狮子头面 瓷菇狮子头面 两道面各有千秋 这样的局面 让陈静师傅又将如何接招呢 老板 风鸡怎么卖的 风鸡 对 你要不是我以为 就是一鸡毛掌子 那上面可能 过年好 咱们这这过年都会吃这个吗 都吃这个 人家就是风鸡店站路的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再见 走吧 好 咱就买这个就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 陈静师傅准备把风鸡夹到狮子头里 这样的气魄我是比较佩服的 我这么说可是有原因的 风鸡是辣味的一种 鸡放血后不退毛 从肛门划小口取出内脏 加入花椒 五香粉等调料 从内到外用力均匀地涂抹在鸡身上 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约20到25天就可食用 那么风鸡如何与狮子头结合 完成作为胶筒的使命呢 现在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要拔毛啊 对啊 从腿开始就抓着它一只脚是吧 立下 这样往上 它底下这个绒毛还可以啊 风干了20多天的风鸡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干柴 从金黄的颜色就能看出来 水分和油脂被保存得很好 当然这都要归功于那一身毛 风鸡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用小火 无论蒸还是煮 都可以使风鸡的油脂被完全释放 高温可以激发花椒盐 使鸡肉除了辣香味 还带有一丝鲜味 看起来很诱人啊 这个红红的 辣味已经飘了鼻子里去了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吃了是不是 手撕鸡 干香干香的 特别想这么着来以后 这个好的下主菜 陈静师傅做的是风鸡狮子头面 风鸡去骨 把肉撕成粗条 骨头留下 用鱼吊汤 煎成两面金黄的狮子头 浓郁辣香的风鸡 全部放到风鸡汤里 猪肉的酥香和风鸡的咸香互相交融 两个小时的小火慢炖 味道更加醇厚 一碗风鸡狮子头面就做好了 这个花园年轻啊 我们现在早餐也没吃饭 中午也没吃饭 就等这顿了 是吧 随机入手 是我们春节的家常菜 他们小时到春节都在吃这个 是我们的回食日常 特别幸运了 分享这个徒弟的人 对您的这份感恩 好吃告诉大家 谢谢你 不好吃方的心 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 不利的鱼跟肉的比例 肥跟瘦的比例 对肥跟瘦的比例 都掌握了 就尝一下风鸡 沾肉面 两面煎得金黄色 又一样又一样 就是保持个存活 似乎开心 好吧 来尝一下 吃锅四十楼面 吃锅啊 真的是酱感特有 在那个里的时候 它有热的味道 晃晃的感觉 对 就特别软 非常地热 像我面 刚有特色 所以你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 酥酥不过 面条代表 长寿 对 长寿 所以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寓意 也是徒弟对您的一个 特别好的祝愿 我是一个师父 对 吃着三碗狮子头面 潘老先生越聊越开心 大家也越说越热闹 围坐在年夜饭的桌前 大家都感受到了满满的师徒情 我猜想 这样三碗面 一定是多年之后 潘老先生记忆中 最好的年味 时至金玉 有一种过年的风俗 可能已经逐渐被大家淡忘 但如果穿越时空 你就会发现 在七百多年前 就有了过年吃伯托的风俗 在这儿给您做个备注 在古代 面条有很多的名号 比如汤饼 伯托 水饮等等 著名文学家陆游 曾在碎首书室中提到 宋朝人在除夕这边 要用伯托记组 然后全家老小一起分食 如今 在陕西省安康市的汉阴县 有一种吃是 像极了陆游诗中提到的伯托 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要去考证一下 它是否就是面条的前身 看看肃静的面 在年节期间会吃出怎样的富足感 蒋大哥 这面前这么多的菜 不知道的以为咱们要涮火锅呢 这些料也真是够多的 这个你看有香菇 然后有木耳 然后还有肉馅 这十几种菜就配这一碗面片 以前不是红年过节 边角料 家里面片进去 做成一道主食 陕西人还真是讲究 一碗面片都能吃出大菜的感觉来 对 是的 关于古时候的伯托是什么模样 有一种说法就是面片 为了凸显隆重 这连面片的汤底都要用骨头提前熬制 不仅有骨汤打底 还有十几种配菜力挺 那么作为主角即将出厂的面片 难道就是把面扯断那么简单吗 我们先把它稍微压一下 横着擀一下 然后这样梳着擀一下 对 擀开 慢慢地 慢慢扯一下 稍微扯一下 这个面还真是 你看用手一扯 你感觉到它是很有劲的那种 对 比较劲的 还相对硬一些 待会儿揪的时候好揪一些 是的 往长的拉是吗 对 现在往长的这样拉 看着好像没有那么难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它其实我想起来可能特别容易 揪揪揪一个 它并不是说在你想断的地方断 对 它会 你看 没有规则 它没有规则 它可能就跑到上面去了 对 所以就你往上瞪的这两下 其实是很讲究 没有严谨的要求 那么今天的汉音人 又会讲究出什么新高度呢 多厚是一个合适的厚度 你觉得 两个S纸那样厚就可以了 大拇指要全部压着 要让你的拇指整个贴上 对 整个贴在面上 而不是说就一个扁 而应该是一个面 这样的话整条才能下来 揪的这个口 应该是很规整的 很规的 对 对 这一切都会有关系的 对 这一切都会有关系的 对 这一切都会有关系的 再淋上一些醋 酸辣爽口的滋味 就是年饭餐桌上 解酒解油腻的法宝 不要趁热 就你别看它薄薄的 但是还是很有嚼劲的 对 而且呢 这所有的配菜 加上这个调料 就让它很有味道 对 它是那种小酸小辣中 透着那个香 一碗有肉 有菜 有滋味的绘面片 绘出了汉音人热闹的年味 从片状到条状 面条的变身 凝结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 从北到南 面条有了更多的变化 在南方讲究饮食的温柔水箱 这一碗面条也出落得更加精致细腻 下一站的味道调查 我回到了家乡 江苏省无锡市 这里有一碗面条 是我翘首期盼的记忆中的年味 过年光庙会是很多地方的风俗 而庙会上某个老地方的吃事 也许就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 记忆中的年味 对很多无锡人来说 吃上一碗细如丝 白如银的银丝面 不仅暖心暖胃 也寓意着新的一年顺顺当当 长长久久 想要吃上这碗面 就要去拜访一位武林高手 年过七旬的胡法精大爷 老当益壮 精神绝朔 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 坚持了几十年 也算得上市位武林高手了 而他的真实身份 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 那么他做了60多年的银丝面 到底藏着什么功夫秘籍呢 对于无锡人来说 大家都会很熟悉 一到过年的时候 就特别愿意去逛个庙会什么的 就特别热闹 这庙会上少不了就是好吃的 对不对 对于无锡人来说 这一碗面更是少不了的 尤其是枣面 对 说起这碗枣面 它其实也分很多种 这个当中我觉得 可能最讲究最精细的 就是咱们的银丝面 对吧 对 咱这桌上除了这面 你看还有好多的各种各样的配菜 在北方叫扫子 但是在无锡叫什么 焦头 每一种焦头 它都是一碟无锡名菜 无锡味道 无锡人吃面 吃得精致而大气 而且要搭配不同的焦头 虽说小鼠黄扇 虽说小鼠黄扇在人身 可讲究吃鲜的无锡人 天要把扇鱼多养几个月 等到丰满股肥瘦时 再将它去骨切断 为了保留软嫩的口感 炒制时间过于过长 一勺酱油放下去 就能让扇断 踢上一层油亮诱人的外衣 秋冬时节的大炸蟹 高肥黄满 制作江南地区的经典名菜 炒蟹粉 不但需要复杂的拆卸工艺 而且炒制的过程也非常讲究 慢慢推炒 以免蟹肉散碎 加入调料后 小火烧透 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滴出 橙黄色的油光 就是鲜润的标志 冬季打霜后的青菜 自带一丝咸味 为寒冬腊月 带来一抹鲜亮的色彩 和清爽的口感 而胡大爷 为了能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 无锡人一口过大年 还特地准备了一份棉味焦头 好多人可能觉得 无锡排骨特别有名 但其实咱们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糖醋小排 可能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 这个味道一点都不输给 无锡排骨 对不对 无锡排骨它没有醋的 这个糖醋排骨它里面 糖醋 酸甜口的 最后吃到一点咸 它是复合复合 咱们这个小排在里头 要到什么程度才好呢 这个锅头慢慢就出来了 两面一公分 两面各自一公分是吗 对 小排炸到表面金黄 倒入骨汤慢慢炖煮 当浓鲜的骨汤 被小排吸饱之后 淋上麦芽糖汁 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 也让小排变得更有光泽 在大多数时候 水箱人吃热汤面 讲究的是将焦头和面条 一起回个锅 我知道 您肯定已经等不及 要把这些丰富的焦头 往面上盖了 但是先别急 这些大菜共同服务的银丝面 马上就来 这个面基本上 揉到一定的深度就要摔了 要摔是吧 摔嘛 把面的毛孔把它摔掉就是 把孔给摔掉 感觉就是这个桌子都震了 所以应该是要挺使劲的 是吧 挺使劲 然后这边 你感觉到它那个 实实在在地砸上去了 那个劲就对了 是不是啊 咱们摔到什么程度 就是算好了呢 摔到面里没有毛孔 这个切出来没有毛孔的 这样你看 就是完全没有空隙了 对不对 很紧实了那种 中国人做面 特别讲究手上功夫 高品质的面粉 保证了白如银的效果 接下来面条想要瘦成一条丝 擀面是前提 一般家用的擀面杖 已经无法与胡大爷揉的 这坨面抗衡 必须得用重量级的工具 胡大爷将全身的力量 都压在面团上 将面饼越擀越大 越擀越薄 直到成为一毫米左右的薄片 而决定银丝面 究竟能细到什么程度 就得看胡大爷的功夫了 这银丝面银丝面 其实最后啊 它真的就是细的像发丝一样 这个还真的是很考验刀工的 是的 所以接下来这一刀一刀就能决定它到底有多细了 其实这个用刀切出来这个1.2毫米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眼睛看好这边 推下去 一刀就到底 是吧 对 推过去 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眼睛手和刀法的一个配合 同步进行 手不抖 眼不花 七十多岁的老人切起面来依然得心应手 从年少学徒到行业太斗 青丝变成了银发 胡大爷在这碗银丝面里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无锡城里的很多人 都是吃着他做的这碗银丝面长大的 从顽皮的童年吃到高中毕业 吃到成家立业 六十多年的时间 味道始终如一的银丝面 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 调教着一群群人的味蕾 成为无锡人难忘的味道 银丝面下锅 与其说主面 不如说再涮面 细如丝的面条 只需在沸水中来回拖上两三次 就能迅速烫熟 焦头和面条已经备齐 我记忆中的这口黏味 马上上桌 这碗银丝面端上来 顿时就是记忆都涌上心头了 小时候的那些记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能吃上一碗银丝面 真的算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 因为它真的是 很讲究很精致的一种面 是的 这银丝面在我学徒的时候那时吃一碗面 也是算贵的 又是鸡汤又是好的面粉 你看看这银丝面真的是细如丝 怎么样感觉啊 还是那个味道 就是一下能吃到觉得 眼泪都流下来的那种感觉 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的味道 对 特别滑省 而且是那种根根分明 特别细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银丝面的制作就已经十分讲究 面条要像姑娘梳好的发界那般 整齐地摆放在碗里 鸡汤要熬得清清亮亮 鲜美可口 江南人的精致与细腻 在一碗清汤面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 过年期间 人们更喜欢多点几份焦头来丰富它 不过这么多的焦头 您知道应该怎么吃吗 你看这个焦头 跟这个其他面的吃法它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可能都是焦头 直接盖到这个面上面 咱们这个是吃一口面 吃一口焦头 就像吃小菜一样的那种 它那个颜色就相当诱人 酸酸甜甜的 一口面 一口焦头 能吃出幸福的 小时候的那个回忆的味道 汤鲜美 面细滑 传统名菜当焦头 一碗银丝面 吃得讲究而满足 年过七旬的胡大爷 依然在坚守这一份手工艺 让这份记忆中的年味 如约等候回家过年的人 从面片到面条 这股浓郁的面粉香气 似乎在带着我进行一场 穿越时空的旅行 作为舶来品 小麦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 在几千年前落地中国 为适应新的土地而野蛮生长 不过对中国古代人来说 小麦当时的地位并不高 直到石墨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在唐宋时期 小麦才有机会取代小米 成为粮食中的显贵 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寻着面粉香气 又来到了曾经的南宋都城 浙江省杭州市 因为当地人至今还将一种面条 当作年货 而且必须登上大年初一的餐桌 这碗面里又藏着怎样的讲究呢 刚走进宁安区湍口镇三连村 我就被眼前红彤彤的过年场景吸引了 本栏目指定用品 由国沙实业沙脉基金提供 感觉这个春联一起 这年味就越来越浓了 是不是 我们看看这上联是 明安国泰逢盛世 下联是 风调雨顺宋华年 横批是 华夏腾飞 真的是代表了我们三连村村民美好的愿望 那我们就借此机会 一起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 末年好 按理说 春节前后应该是农民放松愉快的农闲时间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 感知传统年货索面 让这个冬天变得无比忙碌 临安三面环山 双降前后 当山里白天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时 王爱萍阿姨就会从市区赶回乡下 儿子儿媳工作忙 她平时就住在城里帮忙照看四岁的孙子 但是到了制作索面的时候 她就会放下看孙子的乐趣 操持起家里年货的制作 你第一次给她吃点 小鸡吧 面条好不好吃 活面是基础 每5000克面粉加入约250克食盐和3500克水 是王阿姨花了30多年时间总结出的经验 不过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做面就像种田 基本靠天吃饭 所以没到面条端上桌的那一刻 王阿姨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跟着她 我要看看这能被当作年货的面条里 到底藏着什么讲究 阿姨 咱们今年的小麦怎么样 这个做出来的面会好吗 我今年提前好 小麦好 应该做出来再试试看 手感还可以 手感还可以 现在就大条 这个切下来之后 咱们要给它擀圆了 这个面这个手感搓起来 觉得虽然软和 但是还是很有弹性的 很劲道那种感觉 我知道你们这儿 这个学做这个手工锁面 一般都是跟家里人学的是吗 一般都跟上一代 跟上一代 上一代 那您是跟谁学的 我这家人我婆婆学的 二十二十三学就开始学了 就等于您嫁到这儿 嫁到这里 那当天冬天就开始 以前不是做卖的呢 就是做个两天三天 拿来自己吃吃 送送神 王阿姨告诉我 在很久以前 因为当地老辈人的眼界有限 认为绳索是他们 见过最长的物件 而做出来的面条 就像绳索一样 所以取名锁面 寓意长长久久 多糊长寿 那么一个大面团 如何能变身成 又细又长的面条呢 那就需要一步步的揉搓和醒面 老两口是制作锁面的搭档 虽然都已年进花甲 但是为家人坚守制作年货的动力 依然十足 而且除了吃 还能卖掉一些填补家用 八个小时过去 一个大面团已经变身为 几百米长的细条 但是想要成为细细长长的锁面 它们还要接受更为关键的加工 阿姨 咱这一步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很关键 但是有技术含量的缠面了 是吧 缠面 就一圈一圈的往上缠 对 这个间隙也要讲究 不能太密了 对 不能太密 这样不要拉去 那就行 不要往外拉 不要给它使劲 要不然太紧了 这样就好 就让它松松地搭在那儿就行了 是吧 拉平就行了 拉平就行了 这样也行 行 好 咱们先给它挂到这个架子上 对 它这 对 先把下面放下去 它正好在这儿 好 到了晚上八点 我跟着王阿姨 已经足足做了12小时的索面 但对老两口来说 还必须接着奋战一整晚 山里夜间气温重降 面厨里的温度 必须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 才有利于面条的饧宴 大叔添加了火盆 为面厨保温 这一夜 他会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 让家里的第一批年货 平安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赶来和王阿姨会合 她精心呵护了 一整碗的面条 都齐刷刷地超过了 7厘米标准线 可仅仅越过了7厘米 离索面要求的长长久久 还差得远 接下来的步骤 面条们就不能自由发挥了 因为见证王阿姨技术的时候到了 这一步就是咱们用手里的力 把这个面往下撑是吧 王阿姨 其实咱往下顿的时候 也是这种试探性的 上下轻轻的 上下要和几下 再往下使劲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它有一个回弹力 看它是面 它其实有点像皮筋似的 弹性十足 所以咱在往下的时候 也不可能说是一下到位 那就很容易断了 一次不能太大 对 那据您这手感 您觉得今年的面好不好 今年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最好的 好几年没怎么好 当面条被成功拉撑 王阿姨对今年的锁面 已是胸有成竹 被一双双巧手 小心撑拉的面 就像一件件艺术品 每次把面拉长 四五十厘米后 就要等上三十分钟再拉 直到将面拉到约两米长 面柱可以轻松插入 面架下方的木孔中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王阿姨天天挂念的小孙子 从城里回来跟老两口团聚 等着品尝奶奶的手艺 不过想要吃上这口面 就要先找到当地冬季里非常珍贵的食材 只有用它制作的焦头才能配得上锁面 而这种食材隐藏在山林深处 想要找到它就必须跟着吴爱国大哥走一遭 吴大哥 走走走 我们去挖笋去 走走走 今年的笋多吗 今年的笋还可以吧 林安是我国食用笚的笚产区之一 作为与笚为生的人 吴大哥对笚笋了如指掌 根据吴大哥走进一片毛竹林 虽然地面上看似平静 但地底下早已热闹起来 我全国各地也挖过好多次冬孙了 怎么找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上面这个枝的方向 它应该是跟下面这竹边的方向一致的 对 这根就差不多就得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 那咱们找找看沿着竹边 真刨到一个 我先给它刨开 你看你看很明显了 对 好 好嘞 你绑了我给它拿起 哇 哎呀你看 黄的 对 我底下买的时间长了 对相对会粗一些 对对对 这个时候还是蛮大的 我底下买的时间 沙发、沙发、沙发、柔转挑挤 我们的矮小纤细 但是最吸引我的 还是铺满稻壳的地面 就像是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而且有些地方 还有奇怪的凸起 这下面又会藏着哪种宝贝呢 就是那个地方是吧 对 看到没 就它拱起来的 然后那个感觉破土了那种 是吧 对 找找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对对 就在这里 先扒了扒出来 一扒了这个就冒尖了 好的 扒开这稻壳的一瞬间 看到这么美的笋头笋尖 你就顿时觉得 春天来了 是的 看上去特别喜庆 您没看错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雷笋 吴大哥告诉我 竹笋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立冬之后 为了能让雷笋提前登上春节的餐桌 经验丰富的笋龙们就像孵化小鸡那样 用稻壳来孵化雷笋 好 笋对了 给它拿起来 哇 哎呀 真的是 拿到手里还带着温度的感觉 特别嫩 特别嫩 这个笋 一下让人觉得生机盎然 对 冬天能够吃到这个笋 尤其珍贵了 算个大菜了是不是 奢侈品 对啊 林安人有无损不成奇的讲究 而用稻壳孵化出来的雷笋 无疑为年味的餐桌 更增添了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好彩头 吴大哥不仅会找笋 更是烹笋高手 在他看来 咸肉是雷笋绝佳的搭档 肥肉中的油脂 可以让雷笋更加鲜甜 浓郁醇厚的滋味 让人愈发不能 如果将雷笋在油中快速翻炒 再加入酱油焖五分钟 还带有一点点色味的油焖雷笋 是对本味的诠释 那么问题来 一边是石令当头的冬笋 一边是用稻壳孵化出来的雷笋 到底谁会携手索面 去成就一碗长寿面的味道呢 猪油炒出来会更香 更香 差不多可以下肉丝了 下来之后快速炒 把它炒散 其实这些食材 其实都挺简单 挺普通的食材 它地道 对 等等时下放出去多炒一会儿 把它煸出那个香味 对 那咱们这个长寿面的焦头 它是固定的吗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天气冷的时候 对 因此这个世界最好的食材 就是冬笋 就是冬笋了 而且它也嫩的 对 聪明的林安人 遵守不识不识的原则 用稻壳孵化出来的雷笋 虽然难得 但石令冬笋 才是索面的绝配 此时 吴大哥左右开工 这边用开水将猪油融化 为长寿面 调制一份油脂丰富的底汤 那边 细长柔软的锁面 只需两三分钟就能熟透 捞出 每年做出的第一批锁面 都要请村里的老人家来品尝 这是林安人代代相传的 敬老爱老的美德 长寿面 长寿面来啦 大家久等啦 爷爷 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九一啦 九十一啦 来 吃这碗长寿面 祝您身体健康 其实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 可能更适合老人家吃 因为它比较软烂一些 对对对 对 而且用猪油炒的这些食材的鲜味全激发出来了 混合在一起之后 尤其是那个笋啊 就是特别鲜 王阿姨 您尝了今天的面条了 觉得怎么样 好吃 好吃啊 老婆做的面好好吃 老婆做的面好好吃 祝各位老人家身体健康 祝小朋友能够快乐成长 祝小朋友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一碗索面包含着制作者的酱心 更满载着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同时 它还将在大年初一登上临安人的新年餐桌 传递健康长寿的新年祝愿 揉搓 缠绕 拉针 每一个手部动作都为远道而来的小麦 注入了中国人的体温和智慧 北京城里有句老话叫一口金枪两句二黄 三餐佳肴四季衣裳 北京城里五方杂储 世界各地的人汇聚北京 也将他们的饮食文化带到了胡同 四合院和餐馆饭庄里 前一幕话中 北京的饮食也呈现出多元的风味特色 您要是问哪道菜能代表北京正宗的味道 我估计十个老北京就能给出十个不同的答案 但对于面食 他们也许会达成共识 老北京从祖辈就爱吃面食 过年期间面食更是标配 当外来的食物越来越丰富 北京人又将如何留住心中的北京年味呢 欢迎收看味道 这一次咱们说说面食 提到面食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山西陕西一带 但这一次我们选择的地方是首都北京 首都北京的面食有什么呢 炸酱面 但是您可千万别把北京的面食想简单了 北京的面食可不仅仅只有炸酱面 您想啊 古代那会儿这是黄成根 人们吃的东西吃的面食 面条也好 点心也好 肯定是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讲究 现在快过年了 什么样的面食能端上北京的摊桌呢 这一次咱们好好体验一把 有里有面的北京年味 今天这寻面之旅的第一展 名字就跟面有关 叫做干面胡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民间传说 这条胡同在明清时期 是前往鹿米仓运输鹿米的必经之路 面粉时有已撒 松一瓜到处都是 因此得名干面胡同 我们今天要找的第一碗面 就是老北京胡同里的百姓吃食 好 你好 过年了 过年了 小梁了 一样一样 来来来 这肯定是绿老了 老了好 老了好 这灯都刮上了 对 这最后一天了 洗澡洗澡 面碗来里边 在里边呢 在里边呢 在里边就是一样深点 您先 您先 来来来来 这地不是很好找啊 发现 对 怎么想是开胡同里边呢 开在胡同里才有意义呢 全是老街玩的都是回头客 所以老街要都认识 对 真的 我要是外地的游客 想找这面店 我看到这门脸 我都不一定敢进去 你以为这是住家呢 对 您这店开多长时间了 开了从我的奶奶的时候就开始 但是我听说这个面 可是什么消失了60年呢 对 那个时候 因为环境的变迁 这个烂肉面 逐渐的就脱离大众的视野 一百多年前 烂肉面在北京城很受欢迎 还曾被老舍先生写进剧本《茶馆》里 有啊 荒楼出去 这 这 这 摘不住 妈 李三 要两碗烂肉面 带他们到门外的世界 在过去 茶馆不光可以喝茶 也提供小吃一类的果腹食物 烂肉面 因为价格低廉 制作快捷 成了一款备受青睐的大众美食 梁晨生于北京 家长大的 为了感谢姥姥给了自己一个快乐的童年 在新年这一天 梁晨决定专门给姥姥做一碗烂肉面 那行 那姥姥在这歇歇着 行 咱们去菜市场转转 去菜市场转转 去菜市场转转 您先歇着 走着 好 咱们哪家啊 就是这家 这家是吧 对 老师他买肉了 固定了是吧 对对对 老板过年好 过年好 过年好 那今儿咱买哪条啊 今天那份还是牛腩 咱这烂肉面做这个面的时候用的是牛腩肉 对 但是要挑的时候 具体怎么挑 这怎么才叫以好牛腩 牛腩来挑选就是肥瘦相间 包括它还有的筋膜 你看筋膜 看着很薄薄一层 它是把连接肥肉和瘦肉 包括两块肉之间的筋膜的话 它就很新鲜的时候 它会保持很好的一个韧度 对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块牛腩 还有它还带着肥油 这样的话吃起来的口感特别丰富 他都说的对吗 没错 这都炖出来特别好吃的 对 得了那先腰这牛肉吧 先腰这牛肉 就要这么着 对 梁晨告诉我 过去的烂肉真的只是烂肉 百姓的生活贫苦 只能把各种边角废料集中起来 煮一锅杂烩卤 可能一碗面里 只有三五颗小的可怜的肉丁 如今制作烂肉面的食材 已不再是烂肉 而是讲究的牛腩肉和猪五花 姑娘好 姑娘好 来了 今天是挑哪块 今天还是五花 五花肉应该 基本上五花肉 咱们全五花三层 你看它所有的肉都是一层肥一层瘦 一层肥一层瘦的 咱们可以挑稍微多一点的 因为烂肉面里边 让它有肥油的油脂 来那块肉 香 就是它的 让它一会儿去个皮 对 凉晨挑好了猪肉和牛肉 我不禁好奇 这组神奇的搭配 如何能找到 当年烂肉面灵魂的味道呢 第一步就从煮肉开始 咱们先把水倒到锅里 冷水 冷水和锅可以更好地去除寻沫 你看现在这是牛肉 牛肉 然后猪肉 咱这猪肉和牛肉是一起下锅 对对对一起下锅 这味儿不会串吗 要的就是两种肉香味都在一起 猪肉和牛肉搭在一起 对 这是什么味道呢 期待一下 食物以待 这一步处理起来十分简单 就是为了把肉煮熟 正说着话呢 我被旁边一种特别的食材所吸引了 我对这个香菇还挺好奇的 这香菇是没上面那个 没有那散盖 只要它有散盖 对 为啥不拿散盖啊 那个时候呢 穷人又吃不起这些山珍海外的东西 所以他都用这些下锅料 边角料的东西 其他也是边角料 对 有钱人吃整块的香菇肚 但是那个散盖和这个杆啊 口感也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这也更筋道一点 更筋道一点 为了还原过去的口感 良辰使用香菇梗和小木耳 来代替原先的边角料 香菇梗有嚼劲 香味浓度高 可以提供筋道的口感 小木耳风味独特 嫩滑适口 还会在炖煮后 贡献出丰富的胶质 硬季的萝卜味道鲜美 清爽甘甜 能够抵消烂肉的油腻感 但在这些食材下锅前 我们还得对肉汤进行调味 先把锅里原汤的那个调料 对 把调料放一下 这个是生抽 这个是老抽 就生抽和老抽 就生抽和老抽 咱们现在是可以先切肉 先把它切成片 要切成大丁 一般就是基本上的闪的块 老大您是不知道 下肉的时候 我多少次克制了我内心的冲动 去拿一块 就是鲜 这鲜锅要先下这个 对 香菇先下 给咱们的鸟都割离了 都割离 那现在的话就把木耳下进去 最后的萝卜 在饱含着肉香的汤中 放入切好的肉丁 小巧的香菇梗 细腻的小木耳 和汁水丰富的白萝卜 利用时间的滋润 让香菇梗的均香 遇到木耳的清润 萝卜的甘甜 再与香浓的肉汁充分碰撞融合 最终各种食材 将在高温与时间的催化中 巧然华丽变身 为这鲜美的卤汁 贡献出各自绝妙的一味 这面一上来 我就觉得我离炒到这个烂肉面不远了 对 我的人呢 喜欢是吃热一点黏一点的 他就会吃选择锅条 您以为胡同里的老百姓不讲究吗 其实并不是 从吃面的方式上就能看出来 北京人吃面分为锅条和过水 锅条是将面直接捞出 过水就是迅速将面捞出 用凉水过一下 既能降低面的表面温度 使面更适口 同时也冲掉了附着在面上的面粉 吃起来口感更加筋道 接下来这一幕 会让所有的北方人都产生抑制不了的食欲 新鲜的卤料浇到锅条面上 汤汁慢慢向下渗透 这股复合的味道开始包裹面条 炖烂的肉丁是卤料的主角 鲜香软嫩 肉汁四溢 让面条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长时间的炖煮使香菇的均味香气 木耳的胶质 萝卜的清甜汁水 互相混合 给烂肉面赋予了多重味道 让人食欲大增 来 过条了 这小盆可以啊 可以啊 您尝尝那萝卜 那姥姥您现在尝的面条和口味 就是小梁做的 和您当年做的味道一样吗 基本上一样 基本上一样 比我做的还香 是吗 对 回家过年了 对 慢点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面馆也正式放假 此刻 一家人开始年夜大餐的准备 七年那节 谁要吃上哪个花生米 这一年都顺顺顺顺顺顺 将美好的愿景包入饺子中 期盼着外孙良辰吃上这颗寓意满满的饺子 将烂肉面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留住老北京面食的那口纯正味道 你先买一堂吃 要这么忙 我想吃 你干嘛 今天那一堂是米家封满油包的 对于良辰来说 一碗老北京烂肉面里不只有四亿的浓香 更饱含着姥姥的自己殷切的期待 蕴藏着祖孙之间永不褪色的亲情 在年岁更迭 万家团圆的时刻 这份地道的老北京滋味 便是良辰心目中最珍贵的年味 你以食为天 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这位老先生 今年已经82岁的高龄了 他长年一直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 来制作北京的一款面食 那这款面食在市面上其实很难吃到的 你要想吃 过年的时候去他们家正门拜访的时候 准能尝尝 但是今天老先生约我见面这地儿 不是他家 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地方 良店 去瞧瞧 82岁高龄 60年的餐饮生涯 谈起小吃滔滔不绝 这位陈连生老爷子 在京城小吃界很有名气 对老北京的各色面点如数家珍 陈老爷 陈老爷 要不是因为这次咱们拍摄 我都想不起来我上一次进到良店 是什么样的 是 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它是老字号 所以它品种多 质量好 咱今天是挑什么呀 挑云豆 挑云豆 这个蒸盆糕老北京还是用花云豆 个头 口感都好 咱们还要喝点澡 今天呢 咱们选的澡 是为北京盆糕做的 陈老说到的北京盆糕 其实是年糕的一种 年糕在中国人的新年餐桌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粮食匮乏靠天吃饭的时代 它是供奉神明的重要祭品 祈愿来年是个丰收年 到了今天 年糕已经成为了天南地北流行的小吃点心 它的祭祀意义逐渐淡化 它背后承载的步步高升的吉祥寓意 却深入人心 每逢过年 天南海北的中国人 都会制作琳琅满目 特点鲜明的年糕 那么 这老北京的盆糕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北京盆糕是一种小吃 这个小吃在北京是一种特色 那么北京小吃 为什么要使蜜云小枣呢 蜜云小枣是在北京地区最好的枣 它皮薄 肉厚 糊小 甜度大 我尝一个 好 皮薄 一咬就破 这个糊这么小 是 做糕点用枣的话 这在我的看来 肯定是越大越好 不是 分你做什么 你不是做盆糕要用这大枣 不好看 而且也不好吃 因为大枣本身呢 你切开以后中间糊很大 咱这个云豆有了 大枣有了 咱们找面 它这个是什么 姜米面 姜米面 糯米面 糯米粉 实际是北京就是姜米面 蒸盆糕必须是湿姜米粉 今天我就请你吃盆糕 太棒了 那咱把这东西拿着走呗 好 是吧 姜米面 香糯年糯 是制作盆糕最为合适的食材 也是陈老先生家中过年必备的吃食 我跟你说啊 过年 我这地方就跟逛苗会一样 你比如说早晨起来 说谁要上午这儿来了 我提前知道我蒸 来的时候 我一打盖 满屋都是香的 切一刀 沾上糖 一人一份 嗯 因为社会上没有了 这个东西就是新型的玩意儿了 嗯 那您教的我怎么做 过去咱们这是毕竟小枣 嗯 哎 你看我这枣没有 嗯 就是小枣 先把小枣蒸熟 然后入蒸锅做第一层 这样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水汽的蒸腾作用 来传递枣的香气 小枣堵住笼屉底部的窟窿眼儿 水蒸汽透过缝隙蒸腾上来后 红色的枣皮就变得油光增亮 接着均匀地撒上一层 和好的姜米面 那么姜米面如果说 经过去我们鸟房的姜米面 那就干撒面一会儿收 嗯 现在没有买不到 那么只能在社会上买糯米粉 第一层的姜米面蒸熟后 铺上一层煮熟的花云豆 紧接着再铺上一层和好的面 此时锅内枣的香甜气息和云豆的豆香 都迫不及待地钻进第二层的面中 就这样一层枣一层面 一层豆一层面 锅内仿佛是一个香气四溢的世界 枣香面香云豆香相互缠绕相互融合 形成了一种混合的新香气 等到顶层的姜米面蒸熟之时 盆糕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得得了啊 得了是吧 出锅了 哎 瞧瞧热的啊 出锅后的盆糕香气四溢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 将甜桂花淋到刀身上 随着盆糕切散开来 甜桂花特有的香气碰撞香甜绵软的盆糕 盆糕的热气又更加刺激出 甜桂花中桂花的味道 此时的我恍惚间置身于八月桂花盛开的世界 这是陈老先生招待亲朋好友的礼节 也是陈老先生难以忘却的儿时念味 真的满屋子都是这个 对 满屋子都是香味 那我就一大口了啊 对 嗯 口感非常的松心 是 这桂花蜜 枣 豆 黏上加甜 枣 豆 蜜的香味 融合在一起了 那陈老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它分季节卖吗 对啊 哦 不同时期吃不同的东西 因为是春节 说我们吃盆糕里有协议 过去叫年糕 就是年年糕 有的讲究人是不食不吃 盆糕是老北京年糕的一种 是年节期间的好吃食 秋冬季小枣的味道最甘甜 夏秋成熟的云豆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亏发了水分之后 在冬季的口感最好 再配上清甜的姜米面 造就了盆糕的绝美味道 端上一叠香甜软糯的盆糕招待客人 是过去老北京过年期间最质朴的代客之道 由于制作方式的复杂 类似盆糕的年糊面点已经渐渐消失 得益于陈老先生多年的坚持 让生活在北京的我 有幸体验了一把老北京人曾经的传统年味 通过今天的味道调查 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老北京人骨子里的那份讲究 所以他们做的面食才会做的如此的精细 其实北京还有很多很多的面食啊面点 大部分都是通过师傅们的手艺 把它雕琢的像艺术品一样 那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个人厉害了 他通过的是现代改良的面衣技法 他做出的这个面点形似水果 而且据说可以以假论真为妙为孝 放在以前那会儿 那就是贡品级的面点 那么这位老师傅是如何用面来诠释手艺的力量 那他做的面点到底有多逼真呢 去瞧瞧 说到北京的面食 就不得不提美食背后的宫廷文化 历史上的北京 曾经是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都城 千百年来的岁月洗礼 不仅让北京的饮食文化 吸收了汉满回等民族饮食文化的精华 更融合了东西南北饮食文化的特色 而在北京众多的美食当中 宫廷糕点无疑颇具特色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师傅叫王志强 20多岁时就已经当上了国宴的面点师傅 他耗费半生的时光 带着徒弟们创造了一种新的食物形态 面果儿 美味的面穿 准备前的材料 应该可以做到一个整体制作的 心态 新的面穿 藏过来 这里边都是咱们做的吗 对 这个都是我们 制作的那个 面果 真假都有 真假都有 tenirne 你看 你先挑一个正的 我先敲一针 我觉得这枣做的 其实我知道这个枣了 摸起来之后 那个冰凉的程度 觉得不是真的 但是这么看 尤其这个纹理 这个枣如果是放在锅里蒸的话 完了之后就跟这个差不多 基本上就跟这个差不多了 所以看完这一盘之后 我真的就是更好奇 就是您这功夫到底都在哪 我特别好奇 王师傅告诉我 制作面果从染色 捏制到立体成型 每一步都极其苛刻 哪怕一点误差 都无法呈现 唯妙唯效的效果 为了使面果的造型更为逼真 王师傅放弃使用 容易立体成型的凳面 而用最难掌握形状的小麦面粉 其中最重要的是染色 面果所有的颜色 都从纯天然的蔬果中榨取 娇艳欲滴的柿子颜色 取自胡萝卜 翠绿的表皮上 还有着粉色渐变的梨的颜色 取自菠菜 为了给面果找到合适的颜色 王师傅整整研究了十年 那您猜枣红色来自于哪种蔬果呢 这么多里面我仔细斟酌了一下 红红火火嘛 才红了枣红色嘛 哇 这个基本成型了 对 这个基本成型了 就可以做了 揉面是面果成型最基础的技法 必须揉出光滑油亮的效果 才能做出逼真有光泽度的面果 造型过程更是讲究 用奶黄馅充当枣的馅鲜 包在面皮中反复搓揉 使面果形状尽量接近真实的枣 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王师傅还小心翼翼地 在面果表面进行雕刻 模拟枣皮表面的沟壑纹路 代表呢 这个都是纯手工的了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做的跟最枣似的 最早 最早呢 就是发起来的枣了 它没有这个蕾 还得让人看着抽着蛙巴的 让人看着有这个纹了 我试试 对 得有这纹就像了 让它轻巴歪的 在面果成型的技法中 捏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手法相对复杂 此刻在王师傅手中捏出的大枣 外形如微雕工一般精细逼真 每一处的细节都能达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我原以为选了一个最容易做的 没想到真要动手哪一种都不容易 这个 我们做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枣呢 搁在卧里头 这一个就成型了 我试试 行 你做的还真不错 这算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 王老师 您做的样品 我这小徒弟做的残次品 没 做的真好 唯妙唯肖的面果是如何骗过众人的眼睛呢 我想就是这些细节了 枣坝牵上去是如此逼真 要是觉得这个一般 您猜猜这个卷曲的柿子地是如何制作的 这是用可可粉和面捏成的地 经过蒸制 放凉 地预冷收缩后 变得更为逼真 还有这石榴 青里透红渐变的颜色 当看到王师傅的演示后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王师傅用牙刷轻沾红菜头枝 在斜上方使牙刷轻蹭刮板 被蹭出的枝溅在石榴上 就这么简单几下 渐变的颜色就全出来了 之后就是可以蒸了 是吧 对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就是说做这面果呢 我是选择这个种方法 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就用蒸的方法熟制 我就要找这个用蒸的方法低温成熟 它用为不是炸 不是烤 吃起来非常健康 这是咱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刚才说了那么多优点 差一件事 这到底好不好吃 一会你可以品尝 我就等着这一下了 好 上锅蒸 一般炸 烤等烹调的方式 都会达到180摄氏度到300摄氏度的高温 而低温蒸制的温度在100摄氏度左右 透过气化热加热可缩短烹制时间 且不直接接触水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成分 此刻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外形经验的面果能在味觉上给人以惊喜吗 现在是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最后一个 天定 是 吃吃吃 就看这种好不好吃 对 你尝一尝 我要尝我尝我做这蛋饱 好 看着它就诱人 好 看着它就诱人 好 尝一尝 好 好 我吃的是不是枣 你就说它不是枣吧 味道是枣 性格是枣 说它是枣吧 口感还是点心 妙就妙在这 对 王志强师傅50多年前心钻研 在传统宫廷面点的基础上进行改良 赋予食物以灵性 只为专注做面果这一件事 由它纯手工制作的面果 如今已经出现在国宴的餐桌上 柿子象征万事顺意 石榴象征多子多福 这些面果的吉祥寓意 也是王师傅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本节目指定用品 由国沙事业沙脉基金提供 这几天咱们在到处的搜寻 老北京的面食记忆 但是一转眼 已经是大年三十了 家家户户都应该准备着年夜饭 不过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三里屯 为什么呢 因为三里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厨 这大厨特别有意思 它从小生活在崇文区的胡同里 祖辈六代都是老北京 北京是一座包容的美食之都 无论你何种肤色 来自何方 都能在此寻觅到那口 满足自己味蕾的独特味道 每天这座城市都在上演着筷子文化 与刀叉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美食匠人们也正尝试着 从国际范的美食中汲取精华 与传统精味相互融合 创造出更精致的新北京味道 咱们今天做什么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的打卤面 老北京打卤面规矩可多 传统的吧 传统的老北京打卤面就是黄黄膜 咱们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 有多不一样的 咱们做一个六个小的打卤面 李东擅长创新 今天他要另辟蹊径 烹制一道与众不同的老北京打卤面 而这碗面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他的卤 这钓汤呢 是吧 肯定是高汤了 高汤咱是猪骨啊 还是老公鸡啊 咱们今天主料是鸡 是鸡 您没重复过那老母鸡 说明不是老母鸡 是土鸡 土鸡包出来以后 也是让它的本身汤的味道 具有那个鸡的味道更浓 无论土鸡还放别的吗 这个咱们一步一步来 先把这个鸡咱们飞一下水 好嘞 先飞一下 对 咱们要包五个小时 关键是这个汤做这个卤 才好吃 那这个汤里还放别的东西吗 一会咱们会放一点蜂蜂 慢火炖煮的过程中 多种营养物质 香味物质 进入到水中 香气开始飘散开来 李东在锅里放入两种珍贵的菌类 口馍和干松笼 利用它们丰富的鲜味物质 可以大大提升鸡汤的鲜味程度 五个小时后 香气溢满整个后厨 熬汤的步骤总算完成了 这五个小时真是难熬的 汤就是慢慢来 不能着吃 但是现在是不是可以说 越来越精进维修了 没错 汤是最重要的部分结束了 剩下的就很快了 就是回归传统打卤面那个 快做快吃的那一套了 没错 没错 做卤吧 制作卤料时 需要另起一锅 在锅中倒入熬好的鸡汤 并放入口馍 熟肉片 泡发的黄花和木耳 过去的老北京 一入冬就会陷入 没有新鲜蔬菜可吃的困境 才会有众所周知 成堆豚白菜的场景 但讲究的老北京人 怎么能让打卤面里只有肉呢 于是人们挑选出 特殊的几位干货 口馍肉厚有嚼劲 干红花香味浓郁 木耳爽花弹牙 长此以往固定的搭配 造就了今天 老北京打卤面的酱酒 菇了起来 是吧 煮开了以后 咱们再调味 咱们要吃北京的打卤面 咱们还要放咱们的酱油 酱油 对了 做北方菜 老方还是使酱油 而来就瘦啥 对 割点酱油 然后割一点糖 割点盐 给一点胡椒粉 然后 卤的这色出来了 肉的香味也有了 鸡汤做的 鸡汤炖的肉 还有菌的味道 这锅汤卤的能不好吃吗 一点多余的白水都没有 没错 凡是带水的都是汁水 没错 浓缩的精华 差不多了 咱们就可以勾芡了 芡厚一点 芡厚厚一点 对 因为你要挂在这个面上 对 这时候差不多了 撒鸡蛋了 这也是还有重要一步没完呢 来 撒点蛋 我就是一直想问 哪个是最后一步了 这还没完 这还没完呢 撒蛋 然后撒点 等一下 再开火 出来的蛋花 就大片了 北京人吃打卤面 一定是大片的蛋花 不仅外形好看 也更加适口 一步小小的鸡蛋液入锅 就有这么精细的讲究 看到这一步 我已经暗自心急了 李东操作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遵循正宗老北京 打卤面的手法 此时 李东照舅 不急不慢地 跟我迈着关子 这卤算是搞定了 对 卤行了 还没完 我看您的意思 最重要的 咱们打卤面 就吃花椒油 检验老北京 正宗打卤面 是否标准 还有一条关键 就在这一勺花椒油 李东说 它的花椒 必须用香油炸 芝麻和花椒的 双重香气 可以让它的打卤面 更具风味 更能成为 筋道爽弹 手擀面的绝佳搭配 咱们擀完了 咱们去 黄筒面 对 对 黄筒面 咱们准备切 三二面干不粘 咱们不能一道一道切 咱们给它卷起来切 宽窄有讲究吗 差不多是两个火柴 一块宽就可以了 尤其北方人 喜欢吃稍微宽一点 过年期间 老北京传统风俗 讲究出一饺子出二面 出三盒子往家转 正月出二 家家户户必吃的面 指的就是打卤面 这碗打卤面做起来 讲究的地方还真不少 必须用初一的饺子面来做 面熟之后 还需要用冷水浸锅 称之为冷汤 只为保留 出二面的正宗风俗 这个场景我真是见太多了 这也不稀奇 把切好的面条下锅煮熟捞出 再浇上精心熬制的卤汁 这碗正宗的打卤面 就算是完成了 可是李东 你说的中脉结合的打卤面 究竟在哪里呢 您看我这双饺子 多了半天了 来吧 等会儿 没完呢 还有 还没完 最重要的一个食材 最重要的一步 还要继续 那赶紧吧 还有惊喜吗 咱们加一个黑松露 合着这百分千是黑松露 我都没在意这个东西 我以为是什么其他香料 刨成片撒得上 现如今 说到黑松露 好多人都不陌生 这种菌类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极其苛刻 且无法人工培育 因产量稀少 非常珍贵 切开之后 花纹像极了美丽的大理石 松露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蛋白质 氨基酸和矿物质的含量 都十分丰富 而且新鲜的松露 还会散发出一股奇特无比的香味 使得它在欧洲人的餐桌上广泛流行 并延续了几个世纪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相比之下 中国的松露文化还处在发展阶段 而李东的这次尝试 就是希望利用松露的奇香 给老北京面食注入新的活力 也给春节这个传统节日 增添新的年味记忆 李东为他的达鲁面精心挑选的 是来自云南的黑松露 秋冬季是云南的黑松露 出品最好的世界 也给春节 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增加了厚重的仪式感 帮助钱 陈兰浦